有要换机车的话 可能会失荷包失血 原因是因为呢 现在受到原物料价格狂涨的影响 说成本已经涨破一成了 所以台湾的这一些机车商呢 已经喘不过气 最快下半年 他们讲法是被迫涨 他们必须涨至少是5% 大概3500到4000块钱 那么这一涨价之后呢 就会让汽车售价 占上了7万块钱的新高记录 而这也是继6期环保法规上路 以及强制加装ABS之后 近5年来第三次的机车涨价 好我们知道机车涨价 对于一般小老百姓市井小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部分很多台湾人通勤 靠机车特别是学生族 那么来看到的是呢 现在2018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讲了 为了环保嘛 所以2035年我们要禁售燃油汽车 然后2019年苏贞昌也说 雇费业也要雇产业 所以要改推油电并行 虽然说燃油机车业者强烈的反弹 但也因为要雇产业 好所以呢他们要开始补助了 结果现在呢说 7期的燃油机车补助要取消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 虽然是燃油补助 但是呢他们在规划的时候 没有规划好 结果很多人呢拿着这个补助 去买油车厂购潮 还吃掉了近九成这个太旧 换新的补助 所以现在要紧急的来喊咖 可是老百姓就要问啦 明明呢就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补助 现在为什么突然喊咖了呢 是难道真的 是看着明明在做政策的吗 目前在线上要跟我们一起讨论的 是桃园市议员刘许婷 主播早 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我们要问一下你本身骑车吗 有骑车也有开车 有的时候也搭大众运输 对可是这跟我们以前 在年轻的时候买机车 这价钱现在差很多了 要占上7万块钱 而且呢现在说连补助都要喊咖 但也有人在问了 你本身自己没有设计好 然后突然又说 怎么大家都拿这个补助去买油车 是不是有一点点 你自己的政策没有全盘考虑 可是要怪人民啊 这个我是高度怀疑 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是真心 要推动所谓的低碳交通 还是说你推这个政策 从头到尾就是满足特定产业的利益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推动低碳交通 并不是这样 并不只能说我发一发补贴就算了 你好歹要其他 比如说大众运输的强力投入啊 完善各线市的公车路往啊等等 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有效率 而且能够快速减碳的一种交通方式 也就是说大家根本不是 骑什么机车的问题 而是以大众运输来取代汽机车 这样才是减碳效果才是最好的 我常常在想说 为什么只有台北市跟新北市能够享有 大众运输1280的补助 为什么其他偏箱 相对偏箱 或者是相对晚近发展的城市 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比如说桃园台中或高雄 这种工业的城市 大家有通勤需求的时候 为什么在这部分的大众运输 没有办法马上完善 那我们政府当初做这事的用意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要来推动 电动车 电动机车取代传统燃油机车 所以是为了当初 扶植电动车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但是你做这个政策的时候 政策没有众生 而且政治人物也没有破例 你照理来讲你真的要做 你就是大量补助 而且只能限定电动车 你才能逼大家把燃油车改成电动车 来比较好的达成 减碳的一个效果 但是事实上你就做不到 因为你受不了传统机车 这不是只有机车业者 还有相对修车行等等 他是一个产业链 你事实上你的政府就是没有那个破例 没有那个肩膀去承担 传统机车业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弹 那你在前面补贴电动车的过程中 你也没有办法让电动车的产业快速发展 有够多的业者 愿意转型跟投入电动车的发展 让电动车的价格你也要降下来 就变得你有点是不像 建立在补贴金额上面的产业 其实我是高度怀疑 他未来的发展性 到底是不是好的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而整个政府从补贴的额度跟方向 其实都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你看像电动车补助一年是6亿 那加上七级燃油补助 其实你全国的规模来说 你也就是十几亿 你十几亿的规模 你说你要推动低碳交通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桃園市办一个客家博览会 都要花15亿了 你竟然全国只花十几亿来推动低碳交通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政策没有众生 而且政治人没有魄力去贯彻的结果 就是说这个政策 这个补贴的政策就是说 政治人物可以对选民说 你看我有在做这些事情 而同时他又可以对特定的业者是讲说 你看我用补助 我可以帮你提升你的业绩 所以实务上真正 有没有办法达成所谓的低碳交通 跟更加环保的这样的目的 我认为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一个四不像的政策 只有预算白花 但是空无造就这样子的问题 依然存在